纵观整部电影Side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一部王明旭一生的成长奋斗史 同时 它也在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层面上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电影在上映后 首先让观众认识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在美国主流社会能够取得认可的种种心酸与不义 电影片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歧视环节 在他申请美国医学院时 当时的校长 一位白人老者之言 美国人共读医学院都非常难 你这个中国人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放在当下这个时代 或许这位院长会因为这句话而丢掉工作 甚至触犯法律 但王明旭一生曾在观影现场交流会中亲口证实 这的确是他的亲身经历 诸如此类的种族歧视问题 王明旭一生乃至千千万的赴美移民 或许都会经历到 这足以引发美国主流人群的反思 当然电影作为文化属性极强的产物 导演与编剧将镜头对准一个中国人时 自然也会捎带着将中国传统文化 带入北美主流的视线 比如这部电影的配乐就极为有特色 正如该片作曲曾在采访中表示 主创人员试图将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相结合 来为电影增添更多的特色 同时本片的主人公王明旭博士 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音乐家 他的二胡演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这部电影也顺顺推舟的采用二胡作为主乐器 完成了非常多片段的配乐 当悠扬的二胡声响起的这一刻 仿佛将所有西方观众一瞬间 拉回到了中国古色古香的南方小镇 再有就是电影的选角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用心 无论是饰演主角王明旭医生的Terry Shen 还是已然在好莱坞闯荡出一些名堂的 饰演王医生合作伙伴Misha Barnovicki的Greek Knier 包括剧中所有的华人演员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不仅演绎出了中国某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生百态 同时对待华裔在美国社会中的为人处事 也拿捏得十分到位 最后便是Site这部影片对于宗教的讨论 王明旭医生在事业发展中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 尤其是对于始终无法医治的卡加尔 更是有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然而当他看到卡加尔在教会的生活 以及与神的交流与乞讨之时 他突然释怀了 虽然医学奇迹没有发生在卡加尔身上 但卡加尔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奇迹呢 一位圣女曾经说过 要让爱变得真实 我们必须清空自己 卡加尔就诠释了这种精神 他走出了自己童年的痛苦经历 怀着幸福 喜乐和爱接手了当下 王明旭医生的童年也是不幸的 甚至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当他看到卡加尔开怀的笑容之时 仿佛是卡加尔为他打开了新的视线 让王一生彻底从痛苦的过往中走了出来 这种神圣的力量可以帮助到千万人 作为一部讲述中国人的故事 这部影片也有一些争议 比如在描述中国某个特定时代的情节画面 或许与亲历者的记忆有所冲突 再比如王一生在美奋斗经历的一些细节 可能也与同个时代的留学生有所出入 但是艺术本身就有一个加工创造的过程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对于这些争议 或许大家需要亲自去观看 得出自己的答案 说起在哪看Site 这个首部讲述华人一代移民真实故事的好莱坞影片 大家只需登录电影发行方Android Studios的官网 注册账号购买会员即可观看完整影片 最重要的是还有全中文配音 这可是Android Studios的官方独享资源 Android Studios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这部来之不一的作品 还特别给予了大家优惠码 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完整的流媒体服务 只需添加速箱版iTalk BBTV 即可享受八折优惠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扫描二维码进入Android Studios官网主页 选择加入Android Guild会员 根据个人需求选择会员等级点击加入 输入电子邮箱及密码完成注册 进入付款页面 在付款页面左侧选择添加促销码 输入iTalk BB 点击应用即可享受八折独家优惠 在页面右侧输入付款信息完成注册 即可享受全中文字幕配音完整版Site 以及全站海量影视资源 好了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 一起支持这部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电影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